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虎的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我触过三个对象 他们长得挺好看的 人家都说自古美女可以丑男 看我这样就知道我追的他们 我只是一个丑帅 只能靠落了 要不咋说科技改变生活 网络拯救单身狗呢 跟手机一落坑你就上网查呗 通常女生就分为这几种 喜欢星座的 得意电影的 愿意旅游的 好购物的 我感觉现在台上最忌讳的一个词 就是女闺蜜 我要是说我有女闺蜜 蜜字还没能说出来 灯就得全给灭了 但是我得坦白交代 我有不少从小玩大大的女性朋友 由于我出色的人格魅力 有非常有原则的底线 我都已经通过他们老公的考核 我们都在一起玩得非常好 一号高瑞 小伙子像我这种没谈过俩 又不会捞壳 怎么捞我 能教教我吗 27岁没有谈过恋爱 没谈过恋爱 27岁 现在这样太少了 对 太少了 能性格比较保守吧 对 比如你们两个现在就在咖啡馆呢 是我跟老王哥跟你介绍的 来 这位叫李松 这位叫高瑞 你们俩就唠唠吧 两个甜吧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没有爱好 没有爱好 这个咋在家里 我揭不下去了 这不能 这就在咖啡馆 快点的 那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我没有喜欢干的事 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没有喜欢干的事 啥都不感兴趣 我之前是医生 这个我 老娘了 我有点捞我下去了跟她 人家是爱情小白 你行 你可以的 我太白了 我不想找这种白的去 高瑞你发现你们俩交流的过程呢 他问一句你就是一个句号 问一句你就是一个句号 你什么感觉 我感觉没法留下了 要是换别人介绍呢 晚上就走了 高瑞啊 就针对你这样的姑娘的话 王哥教你个小窍门 就是你每句回答完之后 你能不能反问一下 你就加俩字就行 你呢 也许这个你们两个人第一次聊天 就化解了这种尴尬 是的 话题就能构成了 试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来 来 掌声 你在哪上班啊 我在家 你呢 啊 鞋子真快 我也在家上班 那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 我喜欢宅在家里 你呢 我喜欢看电影之类的 你呢 要不然等会儿看个电影去 要看什么电影啊 那你平时在家都干什么呀 我在家呆着呢 刚要出去看电影 又回来了 是 哎呀 我都 我都已经开始心都开花了 要去看电影了啊 但是这是 其实就是告诉两个人 在最开始的见面的时候 如何先破冰 对不对 如何先能够快速地 能够进入到这种聊天的 这种状态 不错啊 高瑞 很好了啊 11号 刘文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哈喽 你好 我叫刘文 今天23岁 来着吉林省美和口市 我的爱情宣言是 姑娘外冷心热性子急 相中我的小伙儿 你千万别默契 别默契 小伙儿看短片说 你有女闺蜜好到什么程度啊 你们 就是有什么事儿 打电话就会帮忙 或者他们有什么事儿 打电话我就会去 那假如说你以后找的女朋友 要是不同意你有女闺蜜怎么办呢 什么原因呢 就女好就不行 没有这么不讲理的吧 6号张晶 我从来不相信男女之间 有纯洁的友谊 因为我之前处的对象是 她说她女闺蜜也多 我让你跟你女闺蜜失恋了吧 总跟你打电话 那为啥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跟你闺蜜我也认识 因为跟你不熟悉 闹闹我就熟了 他没啥不跟我闹 非得找我对象闹呢 找谁老不想找我俩也行啊 你给她单独教识 那你俩干点啥我知道吗 听我说完 别放下啊 你就挡住了 你别有词的你听了没有 如果你最像要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可能就是 她女闺蜜碰着点什么感情上的事儿 就私下里约她 可能想聊聊 然后结结闷了 对 她去给她女朋友 她去给她女闺蜜调解去了 你说啥呀 那我只能说我陪你一块去 我也会带着她一块去啊 也会带着一起去啊 就像吃饭什么的都会带着 每次都会带着一起去 穿烧入队的 那总 那总 那你别自个儿偷摸跟她去就行 你俩干点啥我不知道 那不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在于男孩 对于女闺蜜和女朋友之间的 这个分寸掌握成什么样 对 有个原则有个底线 那场上是十六斩斩都灭了 你想找厉害的姑娘 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妈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对自己认知还是挺准确的 对 找个厉害的跟她其实挺互补的 对不对 对 小伙儿想找个厉害的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用词有点不准确 你是不是想找一个比如说很有主张 能挺事 对 因为什么 小伙子你家的宾馆 开在咱们长春市的化电街是吗 对 那个地方的宾馆就生意会特别好 所以你妈妈都说了 给你们两个要开一个新的宾馆的话 那一定是希望媳妇能挺事 至少得像妈妈一样吧 对 你真找一个媳妇 其实就照着妈妈的标准找 没错 我们也希望这个电视机前的姑娘 多多关注一下李松 好 掌声送别 加油 加油 加油